哈喽各位小冒冻 今天马同学的心情并不是很好 早晨正是高一强真的因为参加节目而去世的时候 编辑部所有的人都有点懵 随后是止不住的惋惜和遗憾 前段时间我和几个艺人一起去录一个户外真人秀 一共五天 每天艺人和节目组基本只能睡三个小时 真的不是普通人可以承受的强度 所以我们只看到了明星的光环 却不知道这份工作其实充满了挣扎 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正片 这两年呢 随着演员的诞生的开始 行业里的演技类节目 语后唇损般的冒出 最近就有演员请就位 我就是演员演技派三档演技节目打架 之前我们聊过演员请就位里面的导演 这次我们把目光放回演员身上 今日的顶封一提示 这些宝藏演员们 未来就等他们红了 是吗 第一类 本来我们对台毫无期待 但是在节目里面竟然发挥了优势的演员们 王森 这个看似平平无奇的路人演员 以秘方里的优秀发挥 让自己在最终投票环节被观众抢救回来 在此之前 王森演过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品中的小配角 比如至青春里的寒庚的龙套室友 比如少年班里和少年班主角团唱反调的体力声 没人对他有任何期待 但是 这位朋友硬是凭借着自己的得天独厚的起剧天赋 在这个舞台上杀出重围 拿秘方这场黑色幽默来说 演喜剧最重要的三个指标 真实感 表演节奏 喜剧角色标签 他都有 在角色真实感上 开场搭五子齐孩时 王森就调侃 其实我觉得永远都吓不到这么多 与我的智商吓得到这么多 作为一个傻里傻气的角色 人物个性在王森理解角色前就立住了 在老板娘用计算器计算一年 店铺流水的时候 王森抢在计算器之前就算出了答案 被夸赞后打计算器踢柜台挥拳到山字节耳光的喜剧节奏一起合成 这部分的节奏完全靠演员即兴发挥 赵薇在监视器后面笑到变形 他依然在角色之内答了一句话 再说喜剧角色标签 通过秘方里的人物甲码 观众突然发现王森是一个 非常适合演二愣子弄头轻视的跟班人物 这个喜剧类型与雷佳音的早期喜剧系录 有极其相似的地方 我尼玛 雷佳音现在往证据上转型了 王森你考虑考虑后来居上啊 我看好你了 加油 第二类 本来我们对他有期待 但是在节目里面完全没有发挥出来优势的演员们 先来说一说我们的热门人气选手陈瑶 陈瑶在演员请求位里有发挥空间吗 有 但是发挥空间不多 在人人被分到两场戏的情况下 他在第二场戏里拿到了戏份少的可怜的配角的角色 导致在最终观众投票时被投出局 在还珠格格里 陈瑶和同组的康可仁扛住了临时幻觉的压力 赵薇指导时间有限 观众无法看到更多幕后演员塑造角色的过程 但在呈现阶段 陈瑶把老板娘、紫薇本人三个身份先顶的区别开来 老板娘一出场 浮夸直下满是凶悍刻薄 说什么呢 紫薇出场的时候 小心翼翼但极其坚定 回归到本人角色时候 把自己的积极乐观 苦中作乐的性格完全带入角色 与康可仁的角色气质对立 所有的观众边笑边哭的看完了整段表演 陈瑶其实也算是这个类型的选手 比陈瑶运气好的是 他在第二场戏里分到了女主的角色 然而很可惜非常不适合他 他是很典型的方法派演员 处理角色要靠自身的特质来贴合角色 这个在表演术语里叫 角色本武化转移 第一场情深深与萌萌 还有对一平舒缓矫情吵架的绝对经验 跟我个人生活我有同样的经历 而第二场戏秘方 他没办法把自己拉进一个有点泼辣的 不输男性的底层女性形象 赵薇在花絮里的说法 并不是在为陈小云找不 可能是因为小云的细路子特别温柔 跟他本身的性格和细路子差别太大 可能是有历史不出 回看陈小云过去的优秀作品经验 不难发现 他擅长在自己安全的细路里做到最好 也不会有野心想尝试反差 第三类 本来我们对他有期待 在节目里面也完美发挥了优势的演员们 这类演员就不得不提 目前在请求为节目排名榜第一名的种子选手 牛俊峰了 在上这档节目之前 我们对牛俊峰满怀战长沙的小满滤镜 满心期待弟弟能够再创辉煌 果不其然 他用海洋天堂创造了本节目的第一个高光石口 海洋天堂的主角大幅是自闭症的患者 这个角色难度不言而喻 陈凯歌在跳渊演员的时候 只有牛俊峰站出来 说愿意挑战这个角色 还没接到角色 牛俊峰已经为自己成为大幅准备了充分的动音 因为我平时有接触这一些 我觉得我可以 带着自己响眼的强驱动力 他找了大量的资料来塑造角色的信念 然后去世的时候 因为我不能够理解 最后的时候 大幅给给 永远在一起 我是笑的 我是笑的 他还借助了一个小小的外部道具 耳塞 在他的理解里面 大幅这个角色不是靠声音和姐姐交流的 而是隔绝声音 靠氛围里的感受和姐姐交流 于是我们看到了整场表演里 牛俊峰在半失智和失智中反复拉扯自己 既要远离对手演员给自己的情绪影响 又要在某些瞬间给予对手演员回应 要是有一天姐姐不在了 谁来照顾你啊 他完全以角色思路来沉浸角色 直到导演喊个他 牛俊峰从失智状态回归正常人后 忍不住转过头痛哭流涕 观众都哭了 不只为大福这个人物的完成度 还为牛俊峰在整段表演里面 极强的信念感和克制 所以通常演员杨迪坐在台下 忍不住感叹 我看这个行动啊 心里得多强大 好了 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的宝藏演员 除了期待他们未来能够在演艺圈 继续强势输出之外 还希望更多的艺人挑选适合自己的舞台 不是非得要胸口碎踏实 观众才能记住你的 综艺可以作为展现他们的演艺生涯的 一个闪光点 但只是一个切面 并不是作为他们所有切面的展现 不光是他们 还有很多没有出圈的好演员 好艺人等着更多的伯乐和舞台去发现 希望属于好演员的春天 就是属于他们的